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洗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维圣篇第二十二章 子曰 人儿无信 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泥 小车无月 其何以行之哉 大车无泥 小车无月 考记很多 所考记的不对 就不论了 纵使对了也无关红子 所以无子约列述说 学习老人给我们讲 大车无泥 小车无月 考记很多 有很多种 自古以来 那么所考记的如果不对 就不提了 纵使考记对了也无关红子 也不是很重要 所以学习老人对这两句只是大约简略的 所以说就没有说得那么详细了 只曰 人儿无信 不知其可也 信在八德的中间 特别重要 前一篇说 主宗信 真子三行 以朋友交信夫 信如何重要啊 挤出真子三行 一天还行三桩事情 那么其中有一桩就是 与朋友交往 我们有没有守信 有没有信用 这个信是何等的重要 人们轻视这个信字 但是大多数人都轻视这个信 这个字 差不多都患了这个不信的病 这是多数人都患了这个不信的病 学佛受菩萨戒 最难实行的是不妄以戒 但是不妄以极为重要 一般人都没有看重 孔子以为这个信字不可看清 人若无信 不知其可 不知他除信以外 还有哪一条不错 注意孔子的口气 言下之意 是说其余的都无可取了 这必须在社会上办多少次 碰多少钉子 有经验业力的人 才能领略 那么这段话呢 非常重要 我们要细心来体会 孔子讲的对这个信他的重要性 一个人没有信 讲话不守信 那其他还有什么能很好的 都无所取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非常重要 信 大车无泥 小车无悦 大车指牛车 泥是连接牛 以车的木头 小车指马车 悦 勾住马和车子的勾子 其何以行之灾 其何以行之灾 没有这些灵业 如何能使车子 走动 那么在经历之下呢 就要说车子没有汽油 那怎么能使车子行走呢 何字 可字 用这些字 可体会其中的不同意味 这段血路老人给我们讲啊 这个 古时候的牛车马车 它要泥越勾住 这个车才能拉得动 那现在呢 汽车是用汽油 没有汽油啊 那车怎么走呢 那么何跟可这两个字啊 用这些字 我们可以啊 仔细去体会其中 它不同的意味 你们要学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就可以了 但是信容易失信 容易忘语 心不直 你们要谨慎守住信 好好学 好好学 便是稀胜稀贤 那么这个讲到心理了 心不直 那么就容易啊 失信 容易打忘了 所以要谨慎守住信 这个我们要好好来学 好好学 便是稀胜稀贤 陈族理学也不是没有好话 所谓满阶皆圣贤 但是这还是由佛家 众生皆有佛性而来的 这段写入老人也根本提出来 这个陈族理学啊 触解文艺啊错误很多 两位大儒也不是都没有说好话 那几初啊 这个陈族讲的满阶皆圣贤 但是啊 这还是由佛家 佛经啊 讲众生皆有佛性而来的 当然只是换一个名词讲 道理啊 还是从佛经来的 陈族啊 他学了佛 又 佛定佛教 采取佛经的义理 又佛定佛教 所以 学入老人啊 才会 说这一段话 那给我们说明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